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張介俊 東北國有風,今天影響著廣東地區 唯一一區帶來一些普遍晴朗的天氣 所以下午在維港網出去也看到挺有天下 受到這麼好的陽光影響之下 今天下午香港天氣炎熱 部分地區的最高氣溫達到差不多32度左右 而我們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可以看到珠江海大的雲量也不算很多 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到 一度雲大就是覆蓋著廣東東部沿岸地區 我們預計一度雲大會慢慢靠近珠江後一帶 所以今晚香港的天氣會變得漸轉多雲 至於之後的天氣 我們預計一度東北國有風 會在未來一兩天都會繼續影響廣東沿岸地區 而同時間一度廣闊的低壓槽為南海中部帶來一些趙雨 而我們預計這個星期的後期去到下星期初 一度清靜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會影響華南沿岸地區 為了這一區帶來一些大致良好以至是乾燥的天氣 至於今晚昨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是漸轉多雲 今晚到明早各部地區會有趙雨 而明天日間短暫時間會有陽光 氣溫下界伏在26至30度左右 而風方面是去和緩的東北風 晚間離岸風勢間中清靜 至於展望 我們預計隨後幾天都是部份時間會有陽光 而去到重陽節到週末期間 風勢亦會較大 日間是乾燥 今次的天氣節目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再見 再見